谢贤被曝仲峰住院病危 上亿遗产已经分配完成 张伯芝获成最大赢家 近日港媒爆料 86岁的谢贤因仲峰晕倒在家 被紧急送往医院后 直接住进了ICU 从港媒发出的照片来看 谢贤的情况十分不好 在谢霸住进医院后 在内地工作的谢霆锋紧急返港 前二媳张伯芝也带着两个孩子赶往医院 或许是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忍着病痛满脸憔悴地交代了后事 他表示自己走后 桑里不要举办得过于隆重 自己只想安静地离开 而大众最关心的还是 他那上亿的财产会如何分配 据爆料 谢贤把80%的遗产 都留给了谢霆锋的前妻张伯芝和两个孩子 只一两人离婚后 都是张伯芝一人带着两个孩子 如今想把财产留给他 也是希望他和两个孙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这一次是否真实 身为儿子的谢霆锋还会做出回应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谢贤非常宠爱张伯芝 不管是在和谢霆锋离婚前 还是和谢霆锋离婚后 谢贤对张伯芝一直都非常好 虽然自己一生情史丰富 但其实他一直是个比较传统的人 作为长辈最想要的就是儿孙满堂 张伯芝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在和谢霆锋结婚后 还没等公公婆婆开口 他就主动向二老保证 自己会多给谢家生儿子 虽然在27岁时 就为谢家生效了一个大胖子 那个时候的张伯芝正处于事业巅峰期 不惜放弃工作和身材 也要为谢家传宗接代 这么快就抱上孙子的谢贤 所以对待儿媳很是疼爱 甚至把她当做女儿一般 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会照顾她的感受 就算是厌照门爆发后 谢贤不仅没有怪她 还表示谢家会尽全力保护她 尽管后来和谢霆锋离婚 但谢贤也只认张伯芝这一个儿媳 其他的所谓的儿媳 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离婚后张伯芝还会经常带孩子与爷爷见面 而谢贤也对她的做法十分满意 经常会在媒体面前夸赞张伯芝 在张伯芝生下三胎父亲不祥后 谢贤还专门打电话对她说 把财产全部给你和三个孙子 不管谢霆锋怎么想 我已经把你当成亲闺女了 而谢贤之所以对儿媳如此满意 还是因为张伯芝的做法挑不出任何毛病 在张伯芝和谢霆锋偷偷结婚后 两人第一次见父母 张伯芝就跪在谢贤面前给她敬茶 说谢霆锋的老婆可以有很多 但是父母只有一个 我会好好孝敬你们 这句话也让谢贤非常感动 谢贤上了年纪后 也都是张伯芝贴心照顾 这也让谢贤大为感动 于是更加真心实意疼爱这个儿媳 不得不说 张伯芝是叫到最后的最大赢家